11月19号晚上7点左右 离水高速交警指挥中心 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 撑起驾驶的小轿车 在温利高速上行驶 突然刹车失灵停不下来了 而此时车辆的时速 达到了每小时100公里以上 情况非常紧急 你好 离水高速请讲 我现在在我差两半先走 速度捡回下来 你车子没用了是不是 还在高速上开是吗 对对对还在高速上开 速度捡回下来 刹车没有了是不是 刹车没有了 接到报警后 接线警员安抚驾驶员情绪 引导其说出具体位置 车子现在113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我只能转发线了 发线要早点过去了 前面有车子 加油到服务区 过去点服务区 现在接着过去点服务区 好 根据驾驶员提供的位置信息 高速交警立即指令 关闭温利高速温州方向 多个收费站进口 控制主线车流量 并通知前方警力 尽量减少路面车流量 同时高速交警 与4S店技术人员联系 告知事件情况 获取排除故障的方法 而指挥中心与驾驶员 一直保持通话 实时掌握车辆行驶状况 你现在过了7年以后 前面都是隧道了 你自己注意安全 前面有很多个躺隧道 一公里的 有五六个躺隧道 一三个隧道要进去了 CS店技术人员 根据车型等信息 迅速提供了排除故障的技术方法 你现在启动的电 你一直按去 连续按 厂家是说可能应该会吸掉的 离开掉 反复按 我电下来了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你赶紧靠应路间 终于在高速交警的电话指导下 车辆安全地停在了应路肩上 路面警力也很快找到了这辆车 此时驾驶员已经吓得瘫坐在地上 巡航开那里了是吧 巡航开了 机子不满 然后一下子就失踪失掉 我需要按掉还在身上没法 上车带一下带了 之后下来了 直接后来又慢慢地上去了 缓过神来的驾驶员 向高速交警表示了感谢 据了解 驾驶员是去年刚申领的驾驶证 这是他第二次上高速 没想到就遇上了 定速巡航失效的突发状况 幸亏高速交警应急处置迅速 及时解除了危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